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們的節目主持 還有阿朗 今晚是阿朗溫 因為有些事來不到 那不要緊 我們兩個在這裡還可以做節目 今晚的節目主題大家都看到 就是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又來了 今晚樂器迷就會講一下電影界裡面 有哪些電影是跟奧運有關係的 今晚主要會講四部電影 你當三部也可以 四部也可以 因為中間兩部紀錄片都是分開上下兩部 所以大家可以收聽一下我們怎樣介紹和奧運有關的電影 今晚第一部電影就是 這部也挺有名的 1981年的 Karis on Fire 香港的譯名就是聶寶戰車 不是劉德華那一套 不是耳東星那一套 不是劉德華那一套 不是那一套 這套聶寶戰車是說什麼呢 這個故事就發生在1924年的巴黎奧運會上 講述兩個英國的跑手 Herald Abrams和Eric Little的故事 這兩個跑手 當年都是為大英帝國出戰的奧運的短跑項目 那呢 Abrams就是一個善於跑步的好手 更加在他當時讀劍橋大學的環校挑戰賽成名 他可以在中星響12次 裡面可以跑完學院一周 這是七八年裡面 沒有試過有人完成的 不過 Abrams他的身份 就是一個猶太人的後代 因為這身份 令到他受到身邊的很多學院 例如校長等等 可以說是有其見的壓力 所以Abrams想贏一個奧運金牌來證明自己的實力 而另一個角色 Eric Little是一個蘇格蘭人 而他自己也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同樣他和Abrams也是一個跑手 他出身於一個傳統的基督教家庭 甚至乎他認為自己有一雙可以跑的腳 這個天賦是源自於上帝 參與運動是可以榮耀自己上主的方式 Herald和Eric的出身和信念不同 其實這兩個可以說是造就了一個對女的情況 而Herald在電影中段 在一次全國比賽 輸了給Eric 但是當然關於運動這類題材的電影 重新鎮鎖也是這類電影的一個加常變化 兩個人都入選了1924年的巴黎奧運會 但是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在安息日的時候不會進行任何比賽 因為這一日是用來獻給上帝的 對啦 但是呢 而那天的預賽又真的巧巧在安息日的時候舉行 Eric 堅守他自己不在安息日比賽的原則比賽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國家選你出戰的時候 但是呢 你又為了一個信仰的一個原由去 就是 就是 已經是半隻腳插出去 他的衛國效力 其實是 如果傳到出來的話 可以說是一個 都令到國家會有少少 沒有面子 其實這件事也會有機會 這部戲呢 裡面兩個角色 就算兩個人的出生和信念都不同 但是兩個人都可以說是因為他們 自己的出生和信念都受到別人的偏見 但是呢 他兩個角色的 對自己的信念的堅持 都是相當之 可以看得出是受人尊重的一件事 這部戲呢 如果大家 有留意上屆 倫敦奧運的時候 這部戲的主題曲 在開幕式的時候 是有演出過的 那時候呢 還要找岸斗出來 搞了一場 大龍鳳出來 哦 記得了 有一條片 是 一開頭跑步 那裡 按了岸斗在裡面 挺過癮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找 嗯 剛才說到 阿謙斗說 兩個角色 他們都 自己的信念 或者信仰 被人質疑 那其實呢 我覺得那個處理上 那個劇本的處理呢 其實寫得很好 特別是Abraham的角色 本身呢 他是一個看起來很想贏的人 那有人會質疑他 是不是會 就是 對這個 體育精神這件事 是 有點違背 對 因為如果你說 最純不正的體育精神 其實 不應該只想贏 但是他是一個很想贏的人 但其實他贏 是為了證明自己 我覺得處理好的地方 就是他 沒有因為他寫他想贏這件事 而令到這個角色很討人 就是說 如果你寫得衰的話 你的角色是可以 好像有些不擇手段 有些不太好的一面 但是 看的時候 兩個人 例如 另一個角色 Lidl 他為了信仰 而不去比賽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超瘋的 但是 看的時候 你又不會有這個感覺 你會覺得這個人 真的很虔誠 很尊重他的決定 他也是很尊重他自己 信仰的一個人 不會受到外界很多事情 就算是一個國家 壓在你面前 也是一個很堅定的理念 不要動搖 這件事 我覺得是把他自己的信念 好像傳給 電影外面的觀眾 所以我很欣賞這一點 而且 就算是兩個人較勁 但是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就算是兩個出身 和信念 都有不同的人 但是 賽場上高 不單止是一個 較勁 甚至應該是一個 互相尊重的一場比賽 這就是體育精神所在 所以 後來 其實兩個人 也是 做了好朋友 就是 就算 兩者是有一個對壘的情況 但是 出於一個體育精神的原則底下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聲聲相識的 對 對 這個其實不太有關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有趣 就是 現在大家看回以前的一些跑步比賽 這是什麼年代 沒有意思 八幾年 1981 這部戲 但是他說的年代是19多 不好意思 1924年 對 1924年大家會看到裡面 那個奧運 可以說他 不是那麽 那麽 大家一會看其他戲都是 後面我們講的幾部戲都是 不是那麽多種族的 他裡面最主要其實都是白人 你會看到他那套戲裡面 他講的是 即是跑手是什麽 有美國 有英國 蘇格蘭等等 都是歐洲國家 那麽 但是如果你說現在的跑步比賽 嘩 非洲的其實會是領先 而美國的應該都是緊隨其後 那這個種族的變根 你看到在這100年裡面 其實變化都很大 我覺得這件事都頗值得留意一下 好 那就是 對 還有可以說多一點 關於真實人物的一些故事 就是 話說Eric Lidle 其實兩個角色 到最後 都在他們自己參賽的領域上 都拿到金牌 值得開心 而Eric Lidle 在1924年 這個巴黎奧運 參賽完之後 第二年 其實挺有趣的 Eric Lidle 他的出生地點 他不是在蘇格蘭出生 他不是在英國出生 其實他在中國天津出生 他在1925年 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教書和傳道 但是後來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 Eric Lidle 就被日本 日軍 監視 甚至乎 捉入集中營 裡面 1945年 在日本的集中營 裡面 因為老樓死了 嗯 當年的歷史上 很多西方人 如果虔誠一點 都會去東方 做傳教士 當中有很多不幸的事件 有些人會變 但是有一點 就是 這個地點 如果大家有去過劍橋 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那些景點 真的十年 一百年如一日 是從來都沒有變過 話說小弟幾個月之前去完 今天看回這部電影 看到有個大廣場的地方 真的跟我去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哦 就是保持得好 保持得好 不僅如此 人家那些文物保育 挺厲害的 嗯 今節 介紹完這個聶寶戰車之後 我們先看看哥哥 就跟大家送上 這個聶寶戰車裡面的主題音樂 這首真的不得了 是啊 那大家先聽一下歌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第二節 就講一套 嘩 這套更久 這套 1938年 這套 就是關於 1936年柏林奧運的兩部紀錄片 第一部叫奧林比亞 第一部叫民族的節日 第二部叫美的祭典 大家可以聽聽這兩部奧運的紀錄片有什麼特別 這位女導演叫Lanny Ravenstahl 其實她本身在德國是演員出身的 但是 這部電影 就找了她去 執掌這個 柏林奧運會的紀錄實況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待會再講 當時的柏林奧運會 德國那時候 是什麼政權下統治 如果屬歷史的聽眾 應該都不會陌生 那時候就是納粹德國的統治底下 柏林奧運會的一個實況 所以如果大家看這一部紀錄片的話 其實會見到不少德國的選手和一些德國的支持者 當然不少就是希特拉 德國的選手會向希特拉行軍禮 當然觀眾也不例外 而這部紀錄片的導演 而Lanny也正正就是得到希特拉當年的大力支持 去拍這部紀錄片 為的是想去記錄下柏林奧運會 他們自己納粹德國的選手有多厲害 有多厲害的狀態 所以這部戲如果大家會看 都會見到其實就算年代比較上落後 但是他裡面的機位其實是 看得出用了很多人力物力去拍 而且Lanny也是一個比較上 著重於藝術上高的堅持的人 所以看這一部電影 這一部紀錄片 其實記錄下每一個參與運動項目的選手 這部的姿態 都是很有肌肉的美感 不是肌肉的美感 應該說是一種體態美 這一種 這一部紀錄片 就說希特拉想去 宣傳他們自己納粹德國有多威水等等 但其實看起來這部電影 都相當之有奧林奧運動會 一開始就已經展現了奧林奧運動會的精髓 一份精髓在裡面 都會有體育精神的 不會選擇性的 就是只出德國人贏了 而其他國家選手 只得一個輸 就不會的 其實也會有很多其他國家選手 贏了金牌的時候的一些開心的片段 但現在也會有 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 其實是第一集 即是上集 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畫面 其實暗地裡可以說是 將德國的運動項目 和歷史上一些類似大衛像 一些神聖的 可不可以說是神聖的人物 那些很有線條尾 很厲害的人 作為一個比較 突顯出這個 一個運動員上面 他最漂亮的一個地方 然後好像剛才的Heany這樣說 就是沒有很選擇性 其實就是 所有那些自己贏的 人家贏的都會有 但是他做的挺特別的 有時候有一個挺深刻的 有幾個都是的 例如有一個射槍的例子 開槍的 射擊活動的時候 逐個選手在趕人名 唯獨是德國那個 是由下拍上去的 即是一個低炒的 而一個是好像 好像他在上面看下來 在一個再高一點的姿態 的感覺 他做很多這些細節 用鏡子 讓你覺得好像德國的選手 是比較厲害的 但他又沒有很明示 即是Lanny 即是就算是幫 即是我們現在可能 經常都會說 就是 我打一份工而已 即是 老闆給一個offer 我沒有可能做 但 即是Lanny還是懂得怎樣去 在這個 拍老闆的東西 和藝術之間的平衡 應該是可以說 在這兩者之間的平衡 是他取捨得不錯 那還有呢 即是 這部戲呢 去到後來 其實過了一段 年份之後 才剪好 以及退出 但是呢 即是出到來之後 其實有很多 即是電影界的人都說 其實這一部 是一部都幾革命性的 紀錄片來的 是的 因為不單止是 在手法上的 鮑羅萬象 都可以說已經 即是有close up 還有一些群像 還有一些比賽的節奏 怎樣去呈現出來呢 他有一段是 上一集來 我記得是 賽艇的項目 是用蒙太奇的方法 來展現那種 比賽的節奏 多麼緊湊 這個呢 我真的 作為一個女性的導演 甚至 還有演員出生 都想不到會有這麼 厲害的技巧 除了蒙太奇之外 除了蒙太奇之外 有很多時候 大家看 運動的直播 或者運動的片段 的戲也好 用的角度 都比較單一一點 但是這套呢 他真的是 扭盡六任 由低炒高炒 打圈什麼東西都有 除了剛才說的賽艇 其實還有 跑步的時候 最後馬拉松 第一集的最後馬拉松 就是 比較少有的 就是 他會影響周圍的風景 那些人 他不會只是拍著 那些人在跑 除了 有 close up 有遠鏡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呈現這件事的時候 你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多樣化 對 另外有一些歷史 其實我覺得可以說一下 第一集 第一集 即是上集 一開始那裡 就是全聖火這件事 其實呢 全聖火 是希特拉那時候發明的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全聖火這件事 其實是 由希特拉發明的 以前的奧運 是沒有全聖火這件事 但他傳了一次之後 真的留到現在 個個都 真的 將這件事流傳萬世 我沒想到希特拉這個人渣 還有些事 是 其實他影響很大的 這件事算是比較正面的 對 大家的感覺可能不知道 但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象徵 他想到用這個方法去 代表到一個全城 一個精神 那這些其實 你真的有些智慧才能做到 對 剛才我們也說了 這部 說就說 都想怎樣彰顯自己 納粹德國人的 但是呢 其實 他剛剛也說了 就是 一部都叫 挺有體育精神的一部 紀錄片來 甚至乎 是不同 不同膚色的人 都會出現 在這一部 的 片裡面 那這個 美國的黑人跑手 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在這部紀錄片的 第一集 裡面其實 都贏過很多牌 在鏡頭上 但是 納粹德國 其實是 完全是 很反黑人的 其實 對於其他有色人 總是 予以一個淺達 自己純種的 阿里安人 才是全世界最強大的 一個民族 但是呢 好像說 後來 剪完之後 希特拉看了 就是很不滿意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 為什麼你會怕 這個黑人 贏了金牌 我們阿里安人最強 你這樣 等於 是我們 納粹德國的眼眉 等等 但是呢 之後 希特拉也是有 其實 如果沒有記錯 阿里 拍完這部紀錄片之後 他還有 啊 不是喔 應該是再之前 是 是再之前的1935年 其實是有一部叫 《二致的勝利》 這套 真是讚中納粹 那一套真的多了很多納粹符號 會看到 但是 我記得 我都說這部戲也挺厲害的 其實那個洗腦 所以 其實電影在以前的年代來說 是可以作為一個 都幾有效的政治宣傳工具來的 是經常被人用的 剛剛阿謙說到有色人種的問題 可以說一下 剛才第一套烈火戰車的時候 我也有說到 那個年代的國家比較少 這一套 Olympia裡面 其實 那些國家也是很少 但是 你已經看到 那個種族可以說多了 剛才說的是黑人 另外就是 一些 可以說歷史上的強國 例如 日本其實出場的次數也很多 他說日本 說德國 然後 意大利 那些都有 其實都是集中在歐洲國家 其實中國那時候已經有人出賽 對 真的一個半個 當然 也沒有現在那麼多樣化 現在已經是很可憐的了 對 其實有一件事很奇怪的 當年納粹 德國拍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好像蘇聯也想拍類似的事情 但是最後好像沒有出來 那我在想 為什麼 我們在八年前的時候 我不說哪裏 八年前 大家自己想哪裏 為什麼 某大政權 不拍一套 讚頌一下自己 怎樣去 又起一些場地 有你現在還會不會看 有我會看的 就是 當看Olympia這樣看 哦 但是我覺得 現在內地做 我覺得 如果拍這類紀錄片 應該可以高張到哪裏 我又不是很看的 這件事情 其他國家有其他國家的方法 但是這部 Olympia 就真的很瘋狂 不只是一部 納粹宣傳片那麼簡單 反而是一個 影史上那一部 非常之重要的 一個里程碑 反而變成了 對 上下集 其實做事有幾相似的 但是我個人自己喜歡下集 因為下集 裡面講的運動 是比較吸引一點的 還有多些團體 有沒有記錯 多些團體的東西 上集有些什麼 跳遠 跳高的那些 他拍得好看 但是老實說 我是一般的 即是你對那一部運動 沒有這麼大熱衷 但是下集是那些 跑步 踢球 曲棍球 那時候已經有騎術比賽 馬球 馬球這些東西真的很少見到 對 但是騎術比賽真的 我覺得第二部最好看的就是騎術比賽 對 他中間那些 跳不到的那些 真的很好 好正的 好啦 今節介紹完這個 奧琳比亞之後 那我們 幫我什麼歌好 因為 接下來 我們在11月底 Cockablet 有一隊 其中一隊主打 叫False False 其實 經過這麼多年 這隊樂隊有很大的變化 曲曲的曲風很大的變化 這個是其實 他們第一支的其中一首歌 叫Olympic Airways 其實 吃他的字 就是跟奧運有關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這首歌之餘 如果有興趣 其實 連尾可以買票入場看 好啊 那大家先去歌吧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 我們最後一部說的 其實都可以說 是比較新的一部 2005年的作品 但是今次這一部 其實 就反而跟奧運會 這件事 本身的關係 還沒算太難 但是其實 都是奧運會 作為一個引子 說這一部就是 慕尼克 MUNICH 就是大導演 史提芬史不寶 2005年的作品 這部電影 就是講述 其實是一部很黑暗的電影 反而 話說1972年 其實 在慕尼克奧運 都是德國的 連續兩部 我們都是在德國搞奧運 但是 在當年 慕尼克奧運 發生了一件 非常恐怖的一件 慘案 就是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 叫做黑色九月 衝進奧運選手村 奧運選手村 就是奧運選手 一個叫 營地 那時候的 選手村的保安 當然不同 現在的 規格不同 不可同日而遇 但是 當年 就是 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 潛入奧運選手村 就 挾持了 十一個 以色列運動員 最後 所有 十一個 以色列運動員 全部被殺 一個都沒有 最後全部 喪生 這個故事 就是 用這件事 來做一個開端 當年 以色列總理 都可以說 是鐵娘子 其實梅爾夫人 梅爾夫人 當時 主持 下令 集結一隊特工 向 這件 恐怖襲擊事件 的幕後成員 進行一個暗殺 和報復的行動 那 就 在當年 都可以說 有多小話題 其實這部戲是 那 就 主角 Evna 就帶著幾個 隊員 去 歐洲不同的國家 是向 不同 被 政府點了上 要他們殺的人 就進行一個 暗殺的行動 那 又要說回 其實 史匹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聽過 其實史匹寶 本身 他自己也是猶太人 他自己也很喜歡 很多拍 一些猶太人 電影的題材 最有名的 當然不可以不說的 就是 舒特拉 舒特拉的名單 這部也是由猶太人的視覺出發的 但是這部戲 反而沒有舒特拉的名單 當然也在舒特拉的名單裡面 有種殘忍和黑暗 這部戲也有展現出來 但其實說的 反而是另一回事 當Evna的角色 Eric Banner飾演 帶著這支暗殺小隊去出國 去找目標的時候 其實他們本來就是帶著一伙很純真很熱血的 就是因為我們國家的人 無端端被巴勒斯坦人殺害 就出這個國家的一個叫榮辱的引子底下 就答應了梅爾夫人的要求 去出國進行任務 但是呢 其實就可以說是 踩在一個泥毯裡 是無法復活出來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悲劇的故事 嗯 其實這部戲裡面的歷史的元素很重 除了剛才說的 《茂尼克慘案》 另外有說到《黑色九月》 和《天顯行動》 裡面說的元素也有很多 但是他的掌握是不錯的 這三個主題其實拿捏得很好 最開始的《茂尼克慘案》其實都 也不會浪費很多時間去說 他只是一個引子的形式 背後他說的《天顯行動》裡面 其實我覺得那個人物是寫得OK的 老實實 我覺得那個男主角是有點蠢的 你覺得他有勇無謬還是怎樣 他反而是沒有什麼用的 例如你要他去放個炸彈在床上 放個電話炸彈 或者去開槍等等 他會有很多憤怒的 我不知道他的憤怒是來自他自己不勇敢 還是來自他對這個Operation本身的質疑 我自己感覺到的就是前者 他自己不夠勇敢 也有可能 也是因為 阿南諸的Aftar 他自己本身 曾經做過梅伊夫人的近身保鑣 但是他不夠果斷 如果他做起一個保鑣 對 但是到了後來 在以色列的情報局工作 他也說過他做事是很悶的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他突然之間 國間要你出來前線工作的時候 可以說有多少顧忌 多了不少 但是 《史北寶》的商業片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在他的細節上 就算 在說這部《穆尼克》 和《蘇達拉的名單》等等 有很多 和《雷帝救兵》等等 的商業 關於戰爭 關於歷史的電影 雖然都是黑暗和殘忍 但是很多人物 其實都會在細節上 看到他們 他《史北寶》自己 對人性的一些 對人性的善 是有多少的期望 但是 其實這部戲 Effler到後來 才慢慢 才開始有一個意識 其實 被政府點上的 不是全部都是當 騎士 有份入村殺人的兇手 其實有很多 以色列已經想去剷除 一些 耳巴衝突 其實到現在 還在 耳巴衝突 我經常跟朋友 都會說起這件事 就是 就算 地球被殲滅 都我覺得 這個問題也解決不了 這個 耳巴衝突 已經是 由來 已經是很多年的 歷史 一件事情 當然 這個《淵淵雙報》 就是 《淵淵雙報》 就是《淵淵雙報》 想說的一個主題 就是《淵淵雙報》 何時了 但是到了今天 這個問題 依然是沒有辦法解決 嗯 有一件事 我覺得 值得大家反思一下 就是看這部戲 就是 不同角度體 同一群人 有些人會覺得 這群人是恐怖分子 但是 另一個角度體 其實這群人 他們會覺得自己是 保家衛國 其實不同的角度 看同一件事 大家可以有些思考 到底自己的立場 在哪裏呢 剛剛阿謙說 這個耳巴衝突 是很難解決的 其實 這件事真的 從聖經開始講起 我可以 從古羅馬帝國開始講起 其實可以說 但是 如果看這部《淵淵雙報》 其實我覺得 都是一個 算是 很深入淺出的方法 去講為什麼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為什麼兩個種族之間 會有一個 經年這麼長的衝突 其實有一段的戲份 會有講到 這兩個國家的人的 一個信念 一個價值觀的 衝突的問題 所以這部其實 都可以當作一部 入門式的電影 去看這個 耳巴衝突的問題 還有這部戲 《史不寶》 即是 黑暗的商業片來講 其實這部戲 都可以說 對於 當權者的一些 批判和絕望 已經是 如何利用 一群 愛國心很強的人 去幫他們 剷除一些 他們早就想 脫掉的眼中釘 如果沒有記錯 剛才阿朗 剛才跟我講過 這部戲 有沒有一個對白 就是 指甲長了 都要剪的 大概這個意思 指甲長了 這句話 到底是 在說什麼呢 大家自己參透一下 還有Evna 一開始 都認為 自己在做的事 堅持是對的 即是覺得 國家需要我去 剷除敵人 是必須要做 但到後來 不單止自己的價值觀 開始動搖 甚至 自己都開始 因為隊友 一個一個無端端 犧牲了 各種不同的原因 而開始 令到自己 異神異鬼 其實已經是 所以 也可以 帶出一個反思 就是 其實猶太人 已經是 在歷史上 是經常被迫害的 一個群體 即是如果我們 也有讀過歷史 都會知道 猶太人是一個 很慘的民族 雖然都是一個 公認 都是一個 很多 精英 人才 的一個民族 但是他們的歷史 是很慘 但是 這個反思 就是 你們 即是 犧牲了這麼多事情 是否代表 他們可以 遺缩 為的 一個 意思呢 這個 反而是 事不報 想帶出來的 一個反思 所以 這部不單是 一部 廣術歷史的電影 這麼簡單 其實這部是 反思人性的 一部電影 我覺得 相當之出色 讀書的時候 已經看過 這部電影 沒有經歷過的奧運 我覺得是 純粹個人見解 因為 前一屆 即是08屆 那屆 市場實際做得太厲害 以及太近了 對上一屆 市場的市場 市場也是很厲害 今屆 我覺得最主要是 宣傳的問題 以及因為 時差太大 看的人會比較少 因為巴西的開賽時間 亦是剛好香港 即是大家剛剛起床的時候 不是 剛剛睡覺的時候 剛剛睡覺 剛剛睡覺的時候 就已經 開始比賽 所以 對於 不少香港的觀眾 都會有 首先 看的人會比較少 對 香港會比較低 還有 還有 今年巴西的主辦 即是作為一個主辦國 都沒有一個主辦國的封辦 可以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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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設施 是可以 在 開幕前的兩個星期 都沒有搞定 即是 這些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都是給不到人一個信心 覺得你巴西是可以搞得好一個奧運 當然 巴西 經常都 為人救病的一個問題 就是 犯罪率 犯罪率很高 甚至乎 好像是 開幕後 試過新聞中心 突然被人槍擊 嗯 即是 旁邊的軍營 誤槍射了去 巴西奧運的 舉辦場地 這個其實都 如果出來的話 都可以說 經常都被人 笑 所以 如果大家都 有空 又想 趁熱樓 看看 北京都四年一度的一個城市 當然 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當然 都要支持一下 我們自己的香港人 香港隊 沒錯 沒錯 但是 在下一屆 就是 東京 2020 東京奧運 已經有利很多 對 時間上 我想 下一屆會比較好 首先 地區近我們 當然有些人會飛去 對 以及 東京已經全力著手 去 奧運的工程 對 東京也有經驗 東京也搞過奧運 根據過往經驗 他們應該 比以往也有進步 今晚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就會暫停一集 我們再下個星期的主題 適逢日本的 我認為是神級的動畫導演 金吻的世世六周年 所以我們去講其中三部 因為我們之前 如果沒有記錯 關於 夢 關於大佬的一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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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夢偵探 講過了 於是我們下一集 就會講三部 金吻的電影作品 其實他不是很多作品 這個人 真的不多 尤其是 如果數得出的話 是十隻手指來的 真是四部 電影場片 對 然後還有一部電視動畫 我們應該不會怎麼講的 你有看的 你有看的 網上代理人 你看如何進入 再怎麼研究一下 接下來會講三部 包括千年旅休 還有這個 微麻的部屋 對 香港好像叫藍色恐懼 還是台灣 我忘記了 是否真的很恐懼 我看他的畫 是恐怖片 可以說 對 還有當H-Man看也可以 哈哈 還說H-Man 這麼重口味 但是是好看的 當然還有這個 也挺有名的 這部東京教父 對 這三部都很精彩 對 如果喜歡看金吻 也喜歡看動畫的朋友 也千萬不要錯 沒錯 好啦 今晚節目時間 最後一首歌 阿朗你自己介紹 對 因為 下屆的奧運 就是這個 在東京教 還有 話說 今年的奧運閉幕式 在巴西的閉幕式 小弟的超級偶像 因為會 閉幕式的時候 有一個交接的情況 交給下一個主辦國 下一個主辦國的 策劃的其中一個人 就是小弟的偶像 追命臨琴 所以播這首 它代表了日本的一首歌 其實這首歌 它是在世界盃的時候用的 今年它另外作了一首 在比奧運的歌 但是 未出場那首歌 所以就播不了 就播著這首 《Nepon》 其實是日本的意思 其實是一首 幫日本打氣的歌 那 看看 到時候過了四年之後 東京奧運 會不會比現在更加好看 好啦 今晚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